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今天是礼拜一 因为上个礼拜五 美股仍然是延续一个最近的一个修正的走势 虽然说尾盘没有跌很多 纳斯达从一度跌5%拉起来收跌144点 然后刀杨最后中长收跌159点 这个S&P500是小跌 但今天雅股多少受一点影响 所以上海小跌 日经小跌 恒生小桩小跌 之后南韩今天股市稍微强一点 那台股呢 盘中一度涨87点 然后之后呢 杀下来尾盘最多跌62点 中长周收36点的一个跌点 其实跌的也并不多 所以呢 我们仍然没有改变我们的看法 目前就是一个区间的盘整 至少到目前为止它并没有任何的说要向上突破 或者向下跌破的任何的迹象讯号出现 目前都没有 所以指数大致就是如此 仍然就是以个股操作为主 但今天不一样的就是说过去是大盘不太动 很多小型的标股非常的强势 而今天ODC的卖下就比较重一点 ODC跌了1.4% 那电子周边的指数的部分跌了2.2% 所以今天很多的强势股 在连续创高之后 把今天全面的拉回 包含3669的圆盘是打到跌停板 然后2417的圆刚 今天是解除分玩交易的第一天 找盘一度拉到快涨停 结果中场翻黑 弹上去之后最后杀下来锁跌停板 这个都是涨多的拉回 3272的东硕 今天是亮灯锁跌停板 之前我们也操作过的耀月 今天也亮灯跌停板来到11.9% 很多啦 包含新项的部分 营收原本预期要创高 结果营收竟然稍微小掉 但是股价因为之前涨到995块 所以预期很好 反而不好 股价打下来就跌停板 然后5269的翔硕被外资降频 股价也跌停板 所以现在蛮多的强势的股票 都做拉回修正 盘中蛮多的朋友陆续都在问说 或者投资人都在问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其实我们讨论了 再看看 到处再观察 其实没有什么 今天没有什么明显的利空 最多就是美股最近的震荡幅度大 让最近比较强势的这些中小型的标股 当卖压出现的时候 那个短线拉回修正的数据就快 但是它的走势就很像当初的防疫股 什么瑞基 恒大 或者生计股 标的很快 突然间蹦蹦拉回两根 你看起来要挂的 过两天之后蹦蹦蹦上去 又才重新搞 所以这种强势的股票 拉回数据本来就是快 但拉回是要给你买的 如果说我们可以预期到后面的数字 是一路往上开 比如说冲泰 826礼拜三 上上礼拜三我们就买300 当天买进差一点就冲到快涨停 隔天创335.5的新高 尾盘是压下来 隔天再涨停收334 再来346 347.5 这都新高 上礼拜三涨停满371 然后礼拜二 抱歉礼拜四 趁拉回350几块钱 再做加码 到礼拜五的高点 375 一买就赚 早上最高再来到376 但因为原展原钢 这些股票今天全部拉回 所以他也很可惜 在早盘创高之后 盘中翻黑尾盘掉下来 最低刷到336块半 然后尾盘再拉起来一些 收在343块收跌24块半 就算一个创高的拉回 因为今天还是创历史的新高 创高拉回 但原来这样拉回 准备要再加码 准备再加码 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这种强势的趋势股 你不要去买那个 接二连三创高的高点 因为今天你买370 即使后面 它会涨到450 或者500 或者600 这个我随便乱讲 不是目标价 但如果说你短线买的不漂亮 你买比如说370 你是追一个涨幅比较高的位置 创新高的时候 短线如果像今天一样 回到336 343 如果你今天买370 心理压力是不一样的 从343块过两天 如果再过370几块 再过你的价位 再创新高 后面maybe会涨到420 450 480 500 600 但是当你的买点 不漂亮的时候 10个有9个 如果你买370 今天跌到336块 后面两天再回到成本 大概一定都是跑 一点都照它不会累 吓到吓死 一买就套230块钱 吓到吓死 当然能解套赶快出 所以后面如果说 真的一路上去 涨到500 600 700 800 就跟你无关 所以操作上 有时候你还是很有原则 起涨点你可以追 起涨的那一两天 你可以追 那没有问题 但它过高 一路往上的过程 那个就不能追了 趁拉回买 要趁拉回买 所以今天拉回 是一个买点 然后呢 上礼拜四的拉回 它也是一个买点 所以说上礼拜四的拉回 买在350几块 到今天最高376 本来是赚钱 但今天收盘是收在343 已经变成小亏 但它感受不同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 趁拉回买 我们没有去追一个 很高的相对高的位置 所以就算今天早盘创高 尾盘掉下来 转线上稍微套一点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 逢低买逢低买 我们的心态就是逢低买 所以短线的小套 那个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今天再下来 我们就再买一点 后面过两天 就像我说的LV 当它打90的时候 你要抢着买 等到过两天 它价格恢复原价的时候 马上就赚钱 所以股票里面LV 也是一样的稍作概念 7月份的获利是2.45 几乎完全并重 我预估的两块半 视讯的需求 目前看起来是 持续的爆炸式的成长 所以8月份的营收 会从上个月的3.17 上看大概3.18 到大概4亿的水准 目前看起来 就是说它增加的幅度 是相当大 那如果说以这个数字的话 8月份交易就会上看3块 9月份目前看起来 营收的成长的幅度 应该会比8月份的成长幅度 来得更大 因为最近视讯卡 在中国大陆缺货涨价 你可以说需求非常强 你可以说是通路商 目前也有炒作的迹象 但这就是一个事实 两年多以前 当挖矿的那一波的行情 整个显卡用来挖矿 被整个大陆通路商 炒到缺货涨价 把汉迅的库存一扫而空 营收从1亿不到 跳到单月超过10亿 上半年赚了10块钱 股票从不到50 一路涨到420块钱才结束 但汉迅那一年 只有那个上半年赚钱 在那之前每年都亏 在那一年之后 也每年都亏 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 本质并不好的公司 但今天的冲台不一样 去年它就赚了7块72 过去每年的获利 大概5块6块7块8块 都会是一定的水 本来就算机油 这一次的疫情 它是长时间的改变 人们的生活的模式 生活的形态 生活的习惯 上班不见得要去公司 你可以在家里就可以处理的 未来你也不见得要坐飞机 出国去出差 公司可以省非常多的 出差的费用 所以很多公司 今年第二季的毛利领域 整个拉上来 就是因为疫情 反而受惠 因为大家都不用出差了 我要去拜访客户 我现在直接用视讯跟你谈 大家都省事 所以这是一个长时间的 一个习惯的改变 能不能生活模式的改变 它造就的是长期的需求 就不是当初挖矿那种泡沫 所以当它营收获利 一路往上的时候 明年看起来更乐观 8月赚3块 9月赚4块的话 下半年第四季估计有11到12块 下半年估计会赚两个股本 所以当这种获利从4月份赚1块钱 到今年9月份 可能就要赚4块钱的公司 它的轨迹就很像当初的形象 去年12月份才336 那时候获利单月份 我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2块多 后来跳到3块多 4块多 5块多 之后可能第四季要跳到6块多 股价也从300多 400 500 600 700 到这波最高995块 虽然今天差一点跌停板 但是确实就涨这么多 那你说现阶段 你说谁的EPS成长轨迹像的形象 我认为冲泰就非常像当初的形象 现在股价就跟当初形象 去年12月份300多一样 当然我也不敢说 它未来要跟形象一样 涨到900多 我没有办法跟你讲我的目标价 我只能跟我的教组成员 说我们操作我的目标价的规划 但是节目中 我不能对不特定人去公开讲我的目标价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知道 我们操作冲泰的目标区在哪里 回档什么价位可以买 你尽管来找郑老师 我再来带着你做冲泰的一个操作 那我认为今天这种强势股拉回 它就是涨多的拉回 但强势股的本质就是它的数字最强 它的营收最强 它的获利最强 所以它可以在大盘大概9月份 我认为整个行情都在压缩整理的过程 它会非常的出类拔萃 也因为它最强所以它才拉回 但是因为它最强它拉回之后 很快就会上去 所以怎么下来就怎么上去 所以上礼拜我们买进的 礼拜三买进的超高毛利率的金银股 就是大学光 这个3218 礼拜三买260 礼拜四创高拉回继续买 礼拜五涨停满297再刷挂牌的行高 礼拜五是关出来的第一天 其分掌盘最高的再来到319 再刷新高 结果大盘今天中小型股票 盘中杀翻天 所以它也就跟着掉下来 从创高翻黑 杀到最低279块半之后 有盘再拉起来 最后收跌10块半 收到286块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创高拉回的一个走势 创高去是不变 强势股创高拉回非常常见 但创高的319你不要去追 但拉回到280 270这边 又非常接近我们当初买点 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所以准备拉回再做加码 所以300元以上我们一张都没买 应该说270块以上我们一张都没买 拉回准备要再做加码 它是超高毛利率金平股 因为毛利率六成 盈利率29% 其实你去看所有的电子股 毛利率可以超过六成的 一般来说都是可能是IC设计股 或者是所谓的软体股 或者是一些关键的领主 减半很少毛利率可以超过六成的 所以这种光学产业 你说它是光学股也好 或者说你说它是医疗股也好 升级股也好都可以 但毛利率六成是非常厉害 盈利率29% 代表这家公司本来就是 超级超级赚钱 超级赚钱 7月份的EPS是0.69 监金西毛 然后7月份的营收 是大概2亿 2亿 那么推估8月份 它有两个主要业务 一个是大学眼镜 一个是大学眼科的医疗中心 眼科诊所 一个是帮你配眼镜 焰光配眼镜 一个是帮你治疗你的眼睛 就是用镭射手术治疗老花眼 近视或者是白内障 所以它有两个区块 这两个部分目前台湾展店 大陆也同时展店 眼科的这一边成长速度非常快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大家现在每天都要滑手机 每天都要滑手机 我个人 iPhone都会有一个 就是萤幕使用时间的报告 我看了一下 我每天的萤幕使用时间 大概都超过8个小时 实在是很长的时间 所以经过40岁之后 我个人我就觉得 那个老花问题就上来了 我还没那么快 40岁我没有 大概这两三年 老花就越来越严重 就是因为当你们用手指装置的时候 每天看萤幕 其实它会加速你的老花 加速你的老花 近视也会加深 所以这是一个文明病 所以你去看就是说 大学院科的诊所 大排长龙 大家这个约诊都是排队 你要动雷射手术都要排队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台湾生意好 大陆那边生意更好 那边市场更大 它的机器设备 飞秒雷射都是最先进的 在大陆是最先进的 所以那业绩一直灌上来 所以7月份零收是2亿 8月份我们估计 大陆那边贡献进来的 程度要有高 会大概增20到25% 上看大概2.4到2.5 然后到9月份 可能再增5成 从2亿可能跳到3亿 所以当8月份营收 如果再增2成的话 EPS大概超过8毛 9月份营收 如果再增5成的话 EPS会从大概7毛 跳到超过1块钱 超过1块钱 那这个产业 它又没有所谓的景气循环 然后大学光在台湾或者大陆 目前看起来是最先进的 最领先的 市占率最大 所以未来台湾可以享受非常高的本益比 那今年如果说第4亿单月 获利超过1块 明年的获利就是12块起跳 后面如果有新的展店 营收获利再往上调 那过去呢 升级股的股王 比如说金华光或者是大疆 当他们股价在最高峰的时候 金华光学股价最高是1025块 换算那年的本益比30几倍 然后另外一个也曾经是 升级股王的 836大疆最高614块 换算当年的本益比最高 也是30几倍 30几倍 现在的大学光 今天早上一度超越大疆 一度成为升级股王 我认为这是迟早的事情 而且它的光学的 这个雷射手术的这一块 其实没有什么景气循环 所以我认为未来PE超过30倍 一定会看得到 一定会看得到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明年要赚12块 我就说嘛 我们当初的买进的成本是260 260 那260 假设明年要赚超过12块钱 给你个30倍的本益比 我认为这张股票 帮我们交助成员 再去操作这种比较高价股票 再达成一个超过百元的获利 这个机会相当相当大 而且这种好股票就是说 你今天不用去追319 你不用去追31300 290都不用追 我们270以上就没有买 但今天你打回来的过程 这个就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跟冲泰一样 你不用去买370 但今天打回到340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拉回就可以买 当然另外我们也陆续布局 全新的金瓶股 两倍金瓶股 那去美化越演越烈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今天最新的 又说川普考虑要制裁 中国大陆的中心半导体 可能以后把他列入 十几新端之后 社会都不卖给他了 软体什么都不卖给他 所以大陆很紧张 所以他也提出了一个 10兆的人民币的计划 未来就是要全面的 这个半导体的自主 所以去美化 这是越演越烈 这家公司因为去美化 明年的订单会比今年 十倍的成长 明年的订单是 今年的十倍成长 我没有跟你乱讲 十倍成长 所以股价它将有 200到300%的空间 就是说股价未来 有涨两倍到涨三倍的空间 假设一块涨两倍 就是变三块 多出两块 涨三倍就是变四块 多出三块钱 未来有这个潜力 所以说这一档是非买不可的 全新的金平股 两倍金平股 去美化的订单 明年将十倍的成长 但是很抱歉 就是说 郑老师最近发现 只要我们盘中 提供给我们 加入成员的解盘的内容 我都写得非常详细 但可能盘中很多讯息 它就外流 因为现在什么群组网路太方便 大家可能会员转贴一下 包容了一下子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然后变成就是说 我都还没有想要公开的 变成人家拿到资讯之后 反而帮我公开 讲着恐怖很飞 然后通常整个乱掉 我就不喜欢 所以我暂时不会太快公开 我也不会把内容讲得太过详细 我想跟你说 就是说 我们监时买的 都是最棒的金平股 就像大学光一样 冲泰一样 它有最强的毛利率 它有最棒的EPS 它有最厉害的成长性 以及它有最高的市占率 大学光跟冲泰都是这个样子 当这种股票数字在爆发的时候 股下自然会有一波非常大的 上涨的波段 就赚那一段 我们应该赚的一个 基本面的行情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操作金平股 带着大家一段一段的获利 最新的两倍金平股 我认为也是如此 这次一档 一定要买股票 明年有两到三倍 200%到300%的空间 全新两倍金平股 这是非买不可的股票 但我暂时不会太早公开 我内容不会讲得太详细 我会保留一些 欢迎大家就是把握金平198 金平198就是金平股 一买就要让你发 只要来加入我们的达文家族成员 加入金平198 我们就带着大家买最新最强的金平股 像两倍金平股 九月份的行情将大有可闻 这些中小型的特异的标股 我认为非常非常的标 一路标到年底 把握金平198 一买就让你发 等会儿我们再聊 加股票 好 欢迎回来现场 我想我们带着加入成员的操作 仍然就是坚持买金平股 一档一档来 我们第一是带进之后会带出 不管是赚钱卖或者是亏钱卖 都会有都会有 然后卖出之后再进入到下一档 比如说早上我们就趁着早盘 还在红盘的时候月峰 大概在32块附近 我们就小赚出新一套 大概从29买到大概30块钱 大概32块附近出 所以大概多则赚超过10% 也不错啦 也不错啦 用低价股就说 你没有办法一次赚个什么几十块钱 就赚个10% 再先出一趟 赚的时候尾盘跟着大盘也掉下来 又杀回到29块 所以早上算卖得不错 卖完之后呢 为什么要卖 就是因为我们又有一个 看来转现更强的标的 所以我们就转买另外一档 低价的绿能的精品股 早上开盘充很快 一下子锁住就没有打开了 所以卖掉月峰转过来 很快锁住之后 今天几乎就都没有打开 都没有打开 那股价刚发动吧 刚发动 礼拜五上引线 今天强势锁上 第二期赚五毛 今年估计有两块 今天估计有两块 不过今年会有一些业外 但是呢 因为它是太阳能发电 跟风力发电的绿能的 关键的零件 所以后面生意非常好 毛利率呢 去年是5% 跳到第二季 已经来到大概14% 第四季会上到18% 毛利率一路往上 所以这又回到我说的 超传心法 毛利往上的股票都很标 所以这样股票呢 今天要赚两块 明天赚两块半 股价从15块会上到20块钱 所以这都是非常棒的金品股 所以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买最新的金品股 把握金品198 一买就让你发 加入金品198 我就带你买最强的金品标股 大家稍微顺利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赚两块钱 麻烦